花莲县直五县文教慈善协会每到顺末之际都会熬煮平安粥和民众来分享 27号清晨五点钟协会志工们就来起火熬粥了 也帮忙分装提供给过往民众还有社区的弱势家庭免费取用 为了熬煮料好实在的平安粥 直五县文教慈善协会的志工们在前一天就开始切菜备料 12月27号清晨五点就开始起火熬粥 要让民众享用到热腾腾有新鲜美味的树粥 那我们昨天26号开始就很多志工 我们的社区志工还有我们之五县志工 大家一起共同来准备备料 那今天早上27号早上我们今天早上五点 就全部大家齐前来开始就开始动工 准备水先烧热开水之后就慢慢慢慢的开始煮 第一锅7点就煮出来 因为一锅差不多要40分钟 哦 干嘛很久 对对对 他们这样可以发多少份啊 我们意计是五千份 我猜想应该是超过了啦 五千份这样啊 可以来临的人是随便都可以吗 什么人都可以来临 因为这些料我都有去我们贝公安庙 土地公庙祈福大家吃的平平安安 也要谢谢我们贝公安照顾我们所有的附近的里民 所有的市民大家能够吃的健康吃的平安 希望明年大家会更好 协会现任理事长赵瑞萍也感谢志工们的参与 让协会的社会服务工作圆满胜利 过去我们植物县每年都是从年初到年尾都会有整个的一个活动 系列的救济的活动 那我想在这个年中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ending 那能够让我们的民众享受到我们植物县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心 植物县协会的平安州 除了和过往民众来分享 也会委托里长分送给社区的弱势家庭 还有东区老人之家的住民也可以享用 协会希望透过热腾腾的平安州 让大家吃在嘴里暖在心里 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谢谢陆慧幻师报道